主席 今天其實是重陽節嘛 本來我預備的是要祝我們很多台灣的老人家們就是重陽節快樂 但是今天早上也很遺憾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 這也是近幾年我們醫院死亡最慘重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這真的是 我們剛才了解這個案可能是個縱火案 對我剛剛也看到可能是有人蓄意縱火嘛 不過我覺得他 這個病患 對他偷顯的其實也是我們看到整個 我們現在因為老人人口增加嘛 我們現在所有的這種養護機構或者是護理機構 這些老人家他因為他身體完全沒有辦法動彈 甚至有的是帶著這個氧氣罩的 所以他的這個整個消防 他整個安全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今天我不曉得報紙講的對不對 這個院長大概可以糾正 他說 在這個新穎的這個北門分院 其實他這邊總共有64名帶著氧氣罩的 這一個安養病患 那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說這樣的二樓 這麼多帶著氧氣罩的病患 他完全是需要別人來幫他嘛 他完全沒有這個行動自理能力 那當我們遇到這樣子的一個火災或特殊事件 其實台灣不只是火災我們也有所謂的地震 那這樣子的一個緊急的逃難跟演練的我們平常的這個作為喔 今天本席想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到底針對像這種收容特別多 這一種比較重大的病患 我們的演練有沒有特別去加強 還有我們整個消防 因為我今天也看這個新聞喔 其實有的消防隊員說 他恨不得他自己多出一雙手背來 因為真的要救這些人喔 其實格外格外的辛苦 所以我想要請教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衛生署喔 我們這個署例的 附設的護理之家 我們到底還有多少間 這個願道要回答 我先跟王委員報告一下 今天一大早就請內政部 消防署以及衛生署 馬上就下去了 衛生署的署長自己親自下去了 因為這兩方面的事情 一個就是說過去他的消防設備 那消防有關的檢驗是不是合格 那這一點我們已經查過資料 就是說從今年 比如四月份 他有哪些不合格 五月把它全部改正了 那十月份做什麼檢查 那他今年有做過任何的消防演練嗎 有有有有檢測過 然後他的檢測 是後來有一些缺點都把它改正過了 所以這個是關於消防部分的 那一方面就剛才講了說 本身這個機構本身 對於這種這種意外的狀況 防災的演練 要怎麼演練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要署長自己下去 去瞭解他有沒有實際上這樣做 那最新的消息 那最新的消息 不曉得那個 這個死亡的人數 跟重傷的人數 還是一樣 跟早上一樣 就是12位死亡 60位重傷 那我的意思是說 演練的部分 像這種 我們現在衛生署 全省的這種 屬立底下他附設的護理之家 我們到底還有多少家 我們目前26家屬立醫院有19家 附設這個護理之家 其中有5家是為外 有5家是為外 那今天這家也是為外的嗎 是 那他過去的表現怎麼樣 他過去有任何評鑑記錄嗎 他三年前他有做護理之家的評鑑 當時評鑑是假等 是假等的 但是可是今天我們看到 其實還是是一個 讓人家蠻難過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另外 李部長也上來了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整個消防體系的救援 特別是像這種 安置特別多這種重大 重大這個病患的地方 我們的消防人力 我們當時接獲通知的時候 我們會作為是一個重點 或是加派人手去支援嗎 我們 事實上這一次 這個動員的這個消防人員 消防車輛救護車 事實上而且動員的速度都很快 那他整個搶救的時間呢 他 那這一次主要是 事實上這個他們的 當然我們有檢查過到 6月21號複查 他都合格 然後這個 這個他們有他們的防火管理 那我們在今年的 10月23號也請 這個各消防機關 對峽區的像 這一類的要請他們做消防管理 確實達到演練 事實上 但是這件事情 主要是他發生在深夜 對 所以這個也凸顯的 現在就是說 深夜的護理 就是說這個人手 事實上是 是有他的盲點 對我看媒體報導 他說 他夜間留下來的 醫護人力是6名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對照 是71名的重症患者嘛 所以在這個人力的部分 看起來是一個問題 如果萬一火災 它是發生在深夜 或像這樣子 凌晨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們究竟有一些什麼 究竟就可以去支援的體系嗎 因為他其實 假如說你是從消防隊派人去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該做的 現在變成說醫院的自主的這個防災 這一塊 我們會跟衛生署再來努力 然後這樣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看要如何來來應對 它是有個盲點 沒有錯 對我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希望我們衛生署 跟我們內政部要好好演繹 這的確是一個橫向的合作 因為我們會看到 像這一些都是重症的患者 他完全沒有自理能力 你可以想像 在一個這麼大的火災當中 他們要怎麼逃離 完全就是靠外來的人力 如果你在醫院的體系 你的人力是非常擔保的 那怎麼辦 他們真的就只有等 那如果等到最後的是死亡 那真的是大家會覺得非常的遺憾 所以本期在這邊會要求 我們這個內政部 跟我們的衛生署 針對 因為我們現在老人家真的 重症的其實也很多 在養護機構也很多 特別要去強化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的消防演練 還有就是說人力的部分 怎麼樣在緊急的時候 其實可以最近最快的時間 就可以達到支援的效果 好不好 謝謝 那接下來 就是 因為我們提到這個老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 我想前面有幾位委員 在問有關 勞保年金的問題 他其實點出來 我們人口結構 其實是造成我們現在財務的一個 一大負擔嘛 那接下來我就要請那個 院長看一下我們的簡報 這張圖其實是我們金建會自己做出來的圖表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2018年其實就進入真正所謂的高齡化 高齡化的老人的社會 我們可以看到那整個的趨勢 就是從6%到11%到14% 然後到最後如果2060年變成39% 那真的是超超高齡的一個社會的來臨 所以這個面對高齡化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覺得我們行政院其實是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那目前就這個高齡化的部分 我不曉得院長我們在行政院的體系裡面 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機制 來因應跟解決這樣一個高齡化的問題 我想那個王委員剛剛這邊寫的少子化高齡化 其實兩個問題交互運用的結果造成我們很多的社會問題 剛剛你特別提到社會保險 很多社會保險我們說是世代互助 用這個概念去看 但是如果是少子化 再加上高齡化的結果 下一代想來互助你這一代 都恐怕沒有力量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很燙手的一個問題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經建會 那時候我還沒有到行政院 在經會討論對於老年人口的照護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跟當時的經建會主委 蔡主委跟他建議說 討論老人照護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少子化 怎麼推升那個出生率 因為你將來不能找一個90歲的老人 去推一個95歲老人的輪椅嘛 所以這個一定是這個 這個對於出生率的這個提升 一定我們要花點精神 當然最近兩年 因為一個百年一個農年的關係 所以出生人口是比以前增加 今年很好吧 大概才22萬 今年應該21萬有希望 去年有19萬6千 比前一年16萬5千當然要好 但是明年的話 明年很擔心 是很重要一個 所以我們那個 我們請那個學政務委員 特別主持這樣一個計畫 看看能不能在明年也希望來努力 當然薛政務委員 就用他的學術專業來看 他覺得很困難 但是我們也請他盡量努力 對但是在我們行政院 是不是要有一個什麼樣長設的機制 好好來研究這個問題 前幾天我看到那個 馬總統他因為關心這個高齡化的問題 他就說要籌設高齡化的政策研究中心 但是我覺得就像剛剛院長講的 高齡化 只談高齡化是不夠的 掃子化一定要納進來看 那我也聽到那個李部長回應說 最近要來研議 是不是要籌設這樣子的一個中心 我本人會覺得籌設這樣的中心非常重要 但是呢他應該要提高到 是把所有的人口問題一起看待 不是只看高齡化 這所有的人口問題 我們應該要一併來看待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將來 不好意思 這部分是不是將來 可以把少子化跟高齡化 所有的問題 我們變成是一個人口政策的研究中心 我覺得這樣子的涵蓋面 才是比較完整的 而且你整個的研究出來 其實比較有具體的對策跟方法 對 外國委員講得非常正確 少子化高齡化這兩個事情 一定要結合起來討論 所以行政院有一個人口政策匯報 這是匯報是由副院長當的召集人 這匯報多久開會一次啊 我不記得 通常我們都是三個月到四個月開一次會 那主責的是哪一個部會在主責 雖然是副院長召集 但是幕僚作業是哪一個部會 為了作業通常這個應該是內政部 是內 內政部嗎 好 那是不是可以前提部長 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剛好我也看到內政部 上個禮拜六 辦了一個活動 叫101幸福大作戰 這個人口政策創新思維的徵選活動 但這個活動一爆出來大家很訝異 就是說前三名都是從缺 包括兩名家座也是從缺 所以本行是認為說 我們的催生政策 我們的人口政策透過這樣的徵選 它是一個好方法嗎 如果你上個禮拜六我們看到那個活動成效來看 就我的立場跟觀點 我會覺得那是一個無效的措施 就是說你如果從民眾的反應 跟可以來參加的建術 那表示那整個的從設定到執行的過程 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處理人口政策 不能只是靠徵文啊徵選啊徵圖啊 這樣子的方法 那個其實是完全沒有治本 沒錯我想人口當然一個講到值一個講到量 從老年化到少子化 事實上到這個所謂的外籍新娘 都是我們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甚至我們要考慮到移民政策 如何讓外國的這些年輕人 有專長的人可以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基本上從每個方面向來考慮這個問題 您剛剛講的那個徵文 我覺得它只是裡面的一個小的環節 那你說有沒有用 它起碼可以喚醒大家的意識 不過我們會來檢討 明年會不會繼續用這種方式來辦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 但是人口政策其實我還 還有一個數字也順便這個機會跟我分享 到2025年 大概25歲的年輕人 有百分之十五是所謂的外籍新娘生的小孩 所以這也是我們非常非常這個努力的一個目標 所以人口政策當然這邊有很多數字 我們可以從補貼 從這個保母制度 從各方面來做 其實在院裡面現在有個督導匯報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很多 其實是跨了好幾個部會 我們當做一個幕僚作業 但是是需要很多的其他的部來來配合 但是本期這邊比較會擔心 老實說各部會都有他各自 他覺得最重要的事情要去推動 那當人口的這件事情放到各部會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把它放在最優先的順序來處理 這一點我真的會打上一個問號 所以我覺得行政院好好思考 就是說我們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都是兼辦兼辦的話 他最後的效果會有多大 那因為是前陣子看到要提 就是要創立這樣的一個政策研究中心 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要成立一個老人什麼研究中心 人口政策現在有個匯報在院裡面 現在有匯報嘛 但是本期會覺得說 如果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更專業的 有專人在思考的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其實他的成效可能會比現在各部會兼辦的來的好 因為真的那個兼辦出來的效果 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我們整個行政院並沒有提出一套 非常完整的 我們的人口政策 我們因應的策略跟方案 現在看起來是下放到各部會 自己各辦一些活動 但是我覺得都不夠聚焦 我想內政部能做了 就是說我們如何把這個 這個匯報 讓它可以發揮一個實質效果 我們會幫院裡面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政策性的建議 然後為它操作性的建議 我們可以馬上來 對啊但是我的擔心就是說 譬如說內政部裡面 是誰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社會司在做這件事情 對啊那社會司的誰 你知道社會司的業務也很龐雜 你可能切到最後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科員 我會指派 我會請一個參事來 甚至我請個次長 所以本期這邊其實 會期待我們行政院 如果將來要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的嚴肅 馬總統也說過 少子化是國安危機 那高齡化是我們的一個隱憂 在這兩個相從交互作用底下 它影響到的不是只有社會福利本身的問題 還有其他我們看到 影響到其他產業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如果行政院夠重視的話 除了這個督導匯報之外 是不是可以設一個這樣的一個中心 可以去研議看看 將來要不要設這樣的一個中心 那我想薛政委是這部分的人口政策專家 可以結合他的專業 看怎麼樣去研議出一個更好的因應的策略跟方法出來 好不好 去年我們曾經研究過這個事情 後來就是說 不採取這個方式 而用人口政策匯報的方式來做 我想委員的建議 我們會再來研究一下 好 就請陳院長再研議好不好 謝謝 謝謝理部長 那接下來 我要進行一個國會的這個小學堂 我有幾個問題 可能要請教院長 看你對兒少的議題了解有多少 但是呢 我可以讓你有求救卡 如果你覺得你回答不出來呢 其他部會的首長可以上來幫你的忙 那第一個問題 關於這個兒少健康的問題 不曉得院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大概幾個兒少就有一個過重 這前兩天報紙就有登過嗎 應該是六個 要不要再想一想 那個有沒有人要出來救援一下 六個嗎 答案是四個 四個 好 我們現在國小的那個過重肥胖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到了國中 其實肥胖比例二十七點七 是更高的 那最近呢 民間兒福聯盟他們發表的調查報告 我們這個兒童的肥胖率高居世界第十六名 所以在這一點其實排名那麼前面不是一件好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問題 平均喔 一個兒少一年喔 他會看到的這個垃圾食物的廣告量 大概有多少 這個我 這個我 這個我不曉得 不曉得喔 有沒有那個 怎麼都沒有那個 部長要上來那個救援一下的 好 公佈答案 八千個 這個是我們 如果我們的兒少一直收看電視的話 他平均六點六分鐘 他就會接收到一個這樣的一個垃圾食物廣告的訊息喔 那這個其實無形當中有一些催化的效果 特別是到了放放假的時候 還有用餐晚餐的時段 業者也很聰明喔 就是播放的頻率其實會更高 好 再下一題 這個是最近的新聞喔 目前國小學童每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快點 蔣部長 來 八十分鐘對不對 好 答對了 這個八十分鐘 其實是遠低於 中國大陸 美國 日本 就是說我們現在 小學生他在在學的時間 他體育課的時間 本身這個分鐘數就是少的 另外呢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一被借去考試 或者是另做他用喔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在這個部分 在學校的部分 那在校外的部分呢 我們再看下一題 目前 國小學童 每週校外運動的時間 有幾個小時 院長覺得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校外運動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在下課後 下課後的時間 或家 課外 對 課外 課外運動的時間 你覺得有幾個小時 我只能用猜的 好 如果從我觀察我們家附近的話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兩三個小時有了 所以你的答案是 應該2點3吧 答對了 好 這個猜的還蠻精準的 我是觀察鄰居小孩 好 這個院長這樣的敏銳度 其實很不錯 就觀察鄰居小孩 其實大概也是差不多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運動時間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 現在的這個 台灣的孩子 不運動 加上垃圾食物 就是我們台灣出現一些胖小孩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我們政府 其實應該是要有一些作為的 在這個部分我們應該 是要有一些措施出來的 比如說 在那個垃圾食物 的管制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其實是沒有任何管制的措施 但其實在一些先進的 OECD國家裡面 他們其實都會有相對性的措施出來 比如說像英國跟瑞典 他們就是去限制 在這個兒少收看的時段 或是兒少頻道裡面 去限制播放一些垃圾食物的廣告 那關於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我不曉得 院長你本身是 是不是贊成 我看到這個 黃緣剛剛 下面這兩個建議事項 其實過去我們在行政院消保會 這兩個議題都有討論過 第一個議題可能就屬於NCC的主管 那時主委要不要上來講 那相關的這種 像歐盟他的 directive裡面 其實是有規範到這個事情 是 據我當時的了解 那這一點我想NCC他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第二點用正品的方式禁止行銷 那那個時候覺得說這可能要立法 因為不立法很難用 用這個取得一個實際上的執行力 所以大概有我們曾經討論過的事情 那時主委要不要講一下 站在NCC的立場 我們確實有收到類似的訊息 但是目前在執行面上 有一個比較困擾的問題就是 什麼樣的食物叫做垃圾食物 那什麼樣的食物是容易導致肥胖的食物 那這一點並非本會的專業所在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沒有辦法制定相關的標準 對這個部分我想 是不是衛生署可以來提供協助 我們您副署長要不要講一下 所以像這樣的議題的確也是跨部會的 這是涉及到耳上的議題 很多其實是跨部會 當年在那個交保會的時候 我們曾經講過 就提衛生署定一個國民營養法 希望在那裡面有一點著墨 但是那個好像因為 大家各方面意見很多了 是不是可以請你問他 那垃圾食物是沒有明確的定義了 不過一般會引起這個三高的 這個所謂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的 那這些相關的這個食物呢 我們都應當把它當做一個垃圾食品 是 所以剛剛其實NCC說他定義不出來 什麼是垃圾食物嘛 這個部分其實我想我們的國建局 是有能力來訂定的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將來我希望其實是衛生署 跟我們的NCC一起通一來合作 如果院長本身也支持的話 那我會提案修法 我們就往這個方向 好不好 事實上 國民營養法你們就開始在規劃這個事情 對 但是他也還沒有過嗎 所以如果要最快速通過 或許去修食管法 我們可以最快的速度通過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接下來 既然我們提到這個兒童肥胖的問題 我們就要了解我們現在 整個針對兒少的這個兒童醫療資源 到底是多還是少 那我想請這個院長看一下 這張圖表呢 是目前我們跟OECD各國比較起來 0到1歲的嬰兒死亡率的這個比較圖 我們就會發現說台灣跟他們比較起來 我們的死亡率還是比較高 那特別是跟我們臨近的日本比較起來 那我想 日本的這個醫療水準也一直我們想要做 包括台灣很多公共衛生 我們過去其實就是日本 他其實 他很多好的經驗我們都學來了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日本這樣的醫療水準的指標 我們可以追得上 那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表 其實全球第一家的兒童醫院 所以到目前為止 台灣其實各方面我們 在經濟各方面我們很多都領先 很進步 但是獨獨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我們落後了兩百年 我覺得這一點都說不過去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講少子化 這其實也是將來我們要研究的一環 我們越是少子化 每一個孩子越珍貴 我們越不應該讓他出生的時候因為疾病 因為其他原因而死亡 所以我們的醫療水準其實是要往前走的 那這個部分我就要請教 我想從我二月份到立法院報道到現在 一直在督促這件事情 我們也開過記者會了 然後在委員會也質詢了 那今天其實我就要請教 這件事情我們到底要等多久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個具體的時間表出來了 我想這件事情林副署長應該很清楚 那今天本席要問的院長也在 我希望可以有個很明確的答案 到底台灣第一家的兒童醫院 什麼時候要誕生 其實台灣第一家兒童醫院已經很早以前就有了 那時候是剛好我當院長 那時候是長高兒童醫院的院長 不過後來因為我們醫院評鑑 只能有兩家比林院區的醫院來同時申請 所以就把兒童犧牲掉 就跟委員提的一樣 所以目前是已經沒有正式登記的兒童醫院 那不過我們目前因為委員非常關心 那還有我們很多的團體 尤其台大的李宏基教授很關心 所以我們目前事實上 我們在年底前我們會做兩件事情 我們開了很多次的會 第一個就是醫院的設置標準 醫院的設置標準先把兒童醫院的設置標準設起來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般的醫院的設置標準是要六個科 然後要一百床 那兒童醫院我們目前定的大概是一百床以上 然後也是六個科 這六個科跟 General Hospital 的六個科是不一定一樣 這個還沒定出來 第二個很重要就是 兒童醫院設立之後 他要通過醫院評鑑 讓他能夠獨立成為一個醫學中心 那醫學中心除了這個條文 這個年底之前我們希望修正以外 第二個兒童相關的三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重度級的這個 副署長那個詳細的內容 可能不用在這邊講 但是我想要知道答案就是說 什麼時候 這些標準我們都希望在年底以前就把它定 所以明年4月4號兒童節之前 我們台灣會有誕生第一家的兒童醫院嗎 會不會誕生要看有沒有來申請 但是本期這邊會覺得兒童醫院其實在各國看起來 不能只是放任由各自的這個商業來運作 因為大家知道看一個孩子的這個醫療成本 其實是高昂的 所以如果要走這種自由化的自己去成立的模式 其實是很辛苦的 當時其實台大現在的兒童醫療大樓 當時就是規劃要成為台灣第一所的兒童醫院 但是後來沒有成功 所以本期會希望這一個過去希望他成立的 現在沒有成立是不是將來有機會 就是我們的台大兒童醫院 他應該做為國家級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國家是有責任的 特別是我們說下一代 我們這個面臨少子化 我們希望更多的孩子健康得到好的照顧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國家級的兒童醫院應該是以目前台大為考量 他連頂樓都設有直升機的停機品 對於一些離島 我想陳院長知道很多離島的委員 一直說他們需要更好的醫療照顧 他還設有就是研究中心 但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醫院 他的研究中心也沒有成立 目前我們成人 我們在這個竹南 我們其實都有這個國衛院研究所 但是在兒童的部分是沒有的 當時就是說因為會成立兒童醫院 國家級兒童醫院 所以才沒有設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院長可以好好關心這件事情 如果可以去督促在明年4月4號兒童節之前 把這件事情可以有一個初步的定案跟完成 我覺得對全台灣的兒童來講是一大福音 我想王委員講的非常深入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9月份的時候已經要求會申訴 那個時候他簽報上來 我們就認識說 對於國家兒童醫學中心的事情 要趕快開一個會來討論 希望兩個月能夠定案 那時候就已經有這樣一個規劃 但是這個其實我剛剛聽王委員這樣講 我覺得說國家這個兒童醫學中心或兒童醫院 是不是能夠成立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財務面 如果從財務面去看的話 所以國家力量一定要進去 要去輔導 如果說標準出來請他自己來申請的話 在我的感覺從財務面看大概不太容易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是院長會同意 我們國家要一定角色的節目 所以我們就是說我想他 貴城署如果最後決定說 應該有這樣一個國家兒童醫學中心的話 那可能就是需要這個政府來輔導 或者叫他自己來申請 就好像我們過去處理這個公司 從他一個部門要把它spin off出來 他獨立成立一個公司 為什麼不能成立 因為他不賺錢 對 不賺錢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財務面來考量的話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可能就要靠國家的力量來幫忙這個事情 對 我想照顧兒童其實是國家的責任 那在這個部分給他們更好的醫療品質 責務旁帶 但是我覺得衛生署要給我們專業建議說 這樣一個單位 是不是必要性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反正這一點 這個是行政院要做決策一個很重要的成果 好 那是不是衛生署應該好好研議 好不好 這個部分儘快提出來 如果提出來之後 是不是院長會支持 往這個方向 大家來規劃 對 如果確定說這樣一個單位 是很有必要性的話 那我想 當我們先看財務面 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不需要政府輔導 如果財務面有問題 因為我個人認為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就要靠政府的政策來加以加持了 好 我們先